来看一下中国搭档炼俊杰和杨浩在第一轮的表现 第一跳向前跳水 没有问题 这个动作 起跳 空中成行 打开上手入水 第一跳就有十分了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发挥 那在第一轮当中是跳出了极高的分数 57.60分 接近满分 来看第二轮 又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 总部份的采访再次被打动 看一下炼俊杰和杨浩 来 走 中国队仍然开启高峰模式 奥运冠军陈若林在这个周期成为了国家队教练组的成员 两个人动作实在是完成的太轻松了 407都可以做两次打开 什么叫两次打开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暴息动作 是先从暴息打开成躯体 然后再变成直体入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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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的 很好 杨浩没有灯起来 这是一个小失忆 单个动作 85.68分 下面是炼俊杰和杨浩 在开发五组的更大难度了 向后翻腾两周半 转体两周半的动作 双人为了更稳定的表现 还是用的3.2的难度 很棒 这个石德峰应该会比较高的 如果有效分在9分左右的话 应该是在85以上了 应该是不止9分的水准 哪怕用慢速回放 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两位中国选手 每一个环节 包括空中的翻腾转体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 杨昊在这轮当中 调整了自己的状态 跳得还是很高质量 这个动作从分数上来说 拿下这场比赛没有任何的问题 拆了手腕上绑的护腕绷带 来看一下男子双人时 每跳台的最终成绩 廉俊杰和杨昊获得了这枚金牌 这也是本次市警赛中部队获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